我們確定病例有定序的結果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次有6例是有定序出變異株 其中有4例是Delta 分別來自於英國、美國、馬來西亞跟以色列 8月6號到8月12號境外移入 一共6例感染變種病毒的確診者 除了4例Delta 還有大陸返台驗出Alpha病毒 跟國內首起哥倫比亞變異株 另外第二案是一個比較特別 它定序出來是一個B.1.621 B.1.621這是一個哥倫比亞變異株 安依5858是一位60多歲女性 分別在7月5號跟7月26號接種了兩劑BNT疫苗 從美國返台8月3號入境機場 採檢出陽性定序檢驗出來 是B.1.621哥倫比亞變異株 而美國大約有2%哥倫比亞變異株 是從南美洲開始擴散 因為它無症狀本來是 從方異例官轉送到我們的檢疫所 去做隔離 那後來我們現在昨天晚上 也把它再移到這個醫院裡面 去做負壓隔離 安依5858在機場檢測時 CT值是29也都沒有任何症狀 12號送到醫院之後晚上採檢 CT值增加到35 病毒量明顯減少也好轉 後續會再觀察病毒的變化 是否符合解隔離 不同的地理的位置會造成病毒的一些改變 它要適應不同的環境 濕度 熱度 緯度 所以事實上它到一個地方去 會有它自己在地的一些財心 這個是在病毒的演化上 這很普遍的現象 不過國內首都出現 哥倫比亞的變異株患者 目前無症狀也還不確定 變異株可能會帶來哪些症狀 也讓入境檢驗更不能鬆懈 TVBS新聞李全宥李蔡英中部中心綜合報導